我們最期待的是希望 在未來在這個營區的進入或管理上面 大概也希望醫政署這邊 跟104旅這邊 都能夠有一個妥適的處理 我想終究都是一個日常進出的一個狀況 不需要把它導致成好像彼此是有所衝突 那當然大家的解讀似乎會有點連續距的這種想像 我想事情應該不是那麼的血腥或八卦 所以你們之前進出都不用被檢查嗎 我想他們有長期十幾年來的一個運作模式 所以說臨時出現了這樣的一個狀態 勢必有一些改變的狀況 而沒有彼此充分掌握 所以說我們當然很積極的希望跟國防部在這個部分 彼此相互的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終究都是兩個單位在執行公務 當然大家都很積極的在為國家做事 所以我們希望這件事情能夠有個妥適的處理 不要再因為一個駕駛的不當的發言 導致不必要的一些紛爭或困擾 因為終究署長他是那裡單位的主管 所以他進出當然署長期待有一定的尊重 這部分我想也是合情合理 那終究當然軍方有他們對營區管制的一些 維安的要求我們也認為這是對的 所以說一定是在溝通上面出了一些狀況 那這個部分當然我們也準備要積極介入 趕快去盡快去了解和掌握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